你啊 太拼命了 我只知道 如果今天不努力 明天就不会有人喜欢我 你为什么担心这种蠢问题啊 按照目前的趋势 我们至少还能哄好多年 更何况 就算我们以后不接活动 我们想做其他的事 还是有很多粉丝支持你啊 你觉得他们喜欢我什么 他们喜欢的 不过是每天辛苦健身下来 训练出来的好身材 喜欢那个不知道遗传谁 索性过得去的好皮囊 喜欢公司打造出来的我 阳光和善 他们并不是喜欢我 他们今天说喜欢我 可如果有一天我不努力 说错了一句话 做错一件事 甚至什么都没有做错 或许明天他们就会喜欢上其他人了 可是 你还是有忠实的粉丝啊 他们会每天给你发那些 加油鼓劲的话 也担心你啊 也想知道你每天开不开心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们知道我不是人类呢 如果我变老了呢 如果我变胖了呢 如果我哪天公开恋情了呢 所以你也知道的 他们喜欢的我和真实的我 并不是一样的 所以 为了挽留他们的喜欢 为了稳住自己的地位 为了继续在舞台上唱歌 所以才付出这么多 所以才付出这么多 因为知道这个 所以拼命 因为我知道 他们不会喜欢真实的我 我 这件事情 你想错了 这个世界上 有人会喜欢真正的你 虽然不多 但是有 因为他们喜欢你舞台下的样子 他们会知道你付出的努力 以后不管你变胖了 变老了 他们都会记住你 你把人类的爱 想着太轻了 想着太轻了